来 珊娜老师 你们刚才描述的 所有的场景 我内心的一个声音说 哇 这个女人好幸福啊 就一次不接机 在你来说就已经是大事了 因为她以前就 对 因为她每次都接 因为她 我就 所以一次不接 就会造成你觉得 这个男人不关心我了 你想想 长达十年的婚姻 当一个人一直不断地付出 不断地付出 然后呢 稍微有一丁点的不对劲 你就会觉得 她不爱我了 或者说她对我 没有以前那么照顾了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在这段关系当中 看不到自己拥有的 而且我想说 婚姻当中两个人的互动 一定是相互的 她给你打电话 不是永远要一直 她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能 回过去一个电话 问问她在干什么呢 而且在你们两个人 刚才的对话了解当中 我们分明能感受得到 其实她对家庭的付出更多 所以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好好想想 自己拥有什么 好吧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沙大老师 你们结婚十年 刚才我听到之后 我心里也是一动 因为我跟我老婆 也恰恰是十年 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给我一个提醒 我在十周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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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他不仅仅只是个老实人 他也许不老实 于是你就开始难受 你就开始不舒服 因为如果我要通过了解之后发现 他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那意味着你要推翻自己长久以来的判断 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但其实人就是复杂的 他也许是有老实的成分 但是他也同样有男人身上的一些惰性 或者是男人身上的一些毛病 你不可否认 说到他是否对你关注 是否关爱 想要让一个女人长时间之内 得到一个男人的关注度 这根本就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别说你长得再漂亮的女人 总有一天也有看腻的时候 所以如果想要得到对方的关注 有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就是让他对你形成依赖 这种依赖 小到在生活习惯上对你的依赖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觉 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个人 他了解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眨个眼睛 他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 我抬个手 他知道我到底是要水还是要果汁 这其实就是一种依赖 这种依赖 是存在于长久的了解 也可以说是像陆西老师 所说的亲情 心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习惯 是和谐 是默契 包括心灵上的 如果你让一个男人 对你长久地形成了一种习惯 在你这儿有一种慰藉 有一种安全感 那么他就不会出去喝酒 他就习惯了 有心里话就向你诉说 他就习惯了 有事没事 总想找你说点什么 因为他不说的话 他不舒服 而如果你要让一个男人 长久地形成对于你的依赖 首先 你要在心里去琢磨他 你要去付出 否则的话 你怎么可能给一个男人 以一种依赖的感觉 如果长久以来像你这样的抱怨 说你不关注这个 你不关注那个 其实到头来 只会让人越来越厌烦 所以如果想要得到关注 首先是要关注别人 为什么我们见到 十年几十年的夫妻 他们未必会像刚刚认识的时候 那么目不转睛 那么爱不释手 但是长久生活以来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无论怎么吵 无论怎么闹 到头来谁也离不开谁 因为早已经形成了习惯和依赖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对不起 感谢